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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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盡世代無奈 喉嚣神1989年的電影 悲情成事 被譽為台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 上映滿33週年 今年以高畫質數位版 重返大螢幕 在哪裡人 我 台灣人 當時才二十六歲的港星梁朝偉 這句經典台詞 令不少觀眾印象深刻 為了支持電影重製上映 梁朝偉更是睽違十年 再度來台 低尿先生在台北的電影首映會 因為是私人形成梁朝偉 並未受訪 但他的現身 已經讓現場眉光燈閃個不停 對移民來說 也是最好的情人節禮物 他是很有耐心在車上電話講 然後就想他笑 然後點頭說 對對對 他說我說什麼 他說對 我覺得他是給了我很多的鼓勵 迴響和侯孝賢合作的感想 梁朝偉威威到來 彷彿往日回憶都盡在眼前 其他像是高潔 陳淑芳等主演 更是時隔多年齊聚一堂 讓在場影迷好驚喜 為悲情城市出版劇照書的總編輯 葉美瑤 更在臉書PO出與偉宅的合照 梁朝偉還在金莊書上留下簽名 而會像當時與侯孝賢合作的心情 梁朝偉表示 當年吳念珍和張宏志的演出 實在太過自然 他還問侯島是不是自己演錯了 令在場的人都笑了出來 人家以來多久 來過一年 你起床就二倍了 我們薪水起床多少 起床有一千五年 千呼萬喚悲情城市重返大螢幕 影迷也可以用更清晰的影片畫質 回味當年的經典 華視新聞方議題 劉俊男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